在一次吴百的演唱会上,他的一番无意中的话语,深深地触动了华晨宇的心。 吴百的言论,虽然是无心之举,却准确地击中了华晨宇的痛处。 尤其是那句根本没人能听懂他在唱什么,让许多网友联想到华晨宇当年演唱会的迷惑场景。 吴百的话,无意刺痛了一些华晨宇粉丝的维护之心。 他们反驳吴百,认为这位歌坛老前辈内涵一个晚辈是没有气量的。 甚至有些人不知天高地厚的声称,吴百除了那首挪威的《森林》就没有其他出名的作品。 然而,他们忽视了吴百曾经凭借一己之力将摇滚乐推向巅峰,他被誉为是中国摇滚界的泰山北斗。 在1995年,吴百在中国开演唱会时,吸引了十几万观众进场,打破了当地歌手巡回演唱会观众进场的记录。 直到现在,吴百的演唱会仍然常常爆满,甚至很多巨星都会请吴百帮他们写歌,如张学友、王飞、刘德华等。 这些足以证明吴百在乐坛的影响力和整体实力。 对于有些人认为吴百的实力不佳,这无疑显得有些可笑。 现在,每当吴百开演唱会,只需要起个头,就有上万粉丝唱歌给他听。 而他在演唱会开头说的那番话,其实只是在拿自己开一个小玩笑。 相比之下,华晨宇在2023年在杭州举行的演唱会上,一些自称火星人的华晨宇粉丝不远万里前来欣赏他们的偶像表演。 但是看到演唱会场地之后,粉丝们的心情顿时凉了半截。 不仅一千多的门票柜,现场明明不堪的地面让人无法下脚,而且连个座位都没有,全程都需要站着。 这让不少观众感到十分疲惫。 事后,更有一些粉丝大喊着表达他们的不满和失望。 昔日章节,华晨宇曾于音乐综艺中互唱对方成名曲,而当华晨宇神一般的唱腔开始时, 章节却直接紧重眉头,把头转向了一边。 华晨宇曾凭借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强大的舞台表现力,让众多粉丝未知疯狂,然而如今却面临着严重的形象危机。 在娱乐圈中,实力与偶像并存才能长久,而华晨宇的创作数量和传唱度都相对较低, 仅依靠表演方式来吸引眼球,注定长久不了。 此外,华晨宇自认华语乐坛永远的神,自封为神的举动,更让同台PK的章节尴尬不已。 不仅如此,华晨宇在承认有孩子后,单身大男孩的人设也立不住了,路人缘尽失,很多粉丝也无比失望。 在这样的情况下,华晨宇另辟蹊径,用另类的表演方式重新吸引了大众的目光。 而华晨宇这一系列迷之操作,也十分符合吴百大哥当年的一番话。 虽然吴百并没有具体指出某个人,但桩桩渐渐条条框框,无一不让人联想到华晨宇。 近日,吴百自爆曾邀请莫文蔚参加演唱会,但被婉拒,而莫文蔚的回复更是让人笑翻。 对于这一系列事件,你怎么看呢? 近日,原创音乐人吴百邀请了著名歌手莫文蔚参加他的演唱会,但是被莫文蔚婉婉转地拒绝了。 莫文蔚的回复引发了一波笑话和网友们的热议。 吴百邀请莫文蔚的背景是,他即将举行一场演唱会,希望邀请一位特别嘉宾加入演出阵容,给观众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精彩。 他选择了著名歌手莫文蔚作为嘉宾,并通过经纪人发去了邀请函。 然而,莫文蔚并没有接受吴百的邀请。 他在回复中表示,谢谢吴百邀请我参加演唱会,但是如果我和你同台,你会不会又让我伤心呢? 这句话引发了观众们的共鸣和捧哭大笑。 网友们纷纷将这个段子分享在社交媒体上。 一位网友写道,看来吴百先生并没有忘记当年的伤心事,才会问莫文蔚会不会再让他伤心。 另一位网友调侃道,如果莫文蔚同意了,吴百会不会唱出情歌王子的一面,让莫文蔚再次感动呢? 这些笑话引来了许多网友的回应和点赞。 面对莫文蔚的回应,吴百并没有生气或伤心,反而自嘲地表示,既然过去的伤心事还在莫文蔚心中,那么我也应该对他的选择表示理解。 他的表态向外界传达了他对莫文蔚的理解和尊重,也为这个乌龙事件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莫文蔚以笑声回应挑战,称霸舞台,在最近一次媒体采访中,莫文蔚以轻松愉快的口吻对这次事件进行了回应。 他风趣地说,我和吴百,咱们都是音乐人。 不管是合作还是自嘲,最重要的就是能给大家带来快乐和温暖。 莫文蔚的回应充分展现了他积极乐观的态度,同时也传递出他对音乐事业的热爱以及对粉丝们的深深关怀。 在此,我们想要强调的是,吴百和莫文蔚不仅仅是音乐人,他们更是艺术家,是流行乐坛的传奇人物。 他们以音乐为媒介,用幽默、理解和尊重彼此的方式,将快乐和温暖传递给每一位听众。 无论是演唱会还是笑话,他们都致力于为观众带来最佳的体验。 最近,吴百在演唱会上的表现引发了广大网友的热议。 他在舞台上双手高举,全身乱抖,狂野的舞姿让人忍俊不禁。 网友们纷纷表示,这样的表演,简直是笑死人不偿命的节奏。 更有甚者,已经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发起各种搞笑评论,让人捧腹大笑。 有人模仿吴百的表演风格,进行搞笑创作,这已经成为了网络上的一个热门话题。 甚至有网友调侃说,吴百老师,你再这样下去,我们就要请林郑英师傅出场了。 当然,这只是一个玩笑,但是也反映出大家对吴百老师表演的喜爱和关注。 为什么吴百老师的表演能够引发如此大的反响呢? 除了他独特的表演风格外,更重要的是他的音乐作品。 吴百是一位拥有众多经典歌曲的歌手和词曲创作人, 他的音乐作品传唱度极高,是一代人的青春回忆。 正是因为这些过硬的歌曲作品,让人们对他的表演充满了喜爱和期待。 在这个充满笑声和欢乐的氛围中,我们再次感受到了音乐的魅力和力量。 无论是演唱会上的表演,还是生活中的自嘲, 吴百和莫文蔚都以他们独特的方式带给我们无尽的快乐和温暖。 让我们一起期待他们未来的精彩表现吧。 我也想对吴百老师说,吴百老师,虽然你开演唱会总是穿着之前做生意失败留下的的确凉衣服, 而且一件比一件丑,但是我还是很喜欢你,谁让你的歌太好听了。 这位被誉为摇滚天王的歌手吴百,自1990年出道以来, 一直以他多首快制人口的歌曲在乐坛占据着不可动摇的地位。 每逢举办演唱会,总是能吸引众多歌迷前来。 近期,他在寻回演唱会上的一幕令人捧腹大笑的画面被网友疯传。 这段视频中,吴百一边唱着Live Dance一边跳起了触电舞。 当唱到泛滥河水将我冲向你的心头,不停流时, 他突然全身像触电一般抖动着手和身体,模样十分搞怪。 这一幕被不少人拍下并分享到网络上,瞬间引发网友们的热议和笑声。 大家纷纷调侃,我不管你是谁,请从吴百老师身上下来。 吴百老师这是怕大家模仿,直接增加难度了。 但是这样,就算真的触电了,大家也看不出来,到底是谁,教他这样跳的。 事实上,吴百的表演还不只有这样。 先前在苏州开唱时,他发现台下歌迷不如以往热络, 于是在唱《梦醒》十分前先是擦擦汗, 随后便在舞台上卖力比出手势,配上争鸣的表情,带动歌迷。 然而,台下即便坐满歌迷,却依旧无动于衷, 和过往吴百演唱会时热情大合唱的歌迷相差甚大。 甚至吴百类化了的相关话题,还瞬间登上热搜。 最近从浙江卫视蓝台2024综艺片单获悉, 蓝台会在2024年推出一个新印象,那就是爱乐青春,乐队记。 这个新综艺是全国第一档女子乐队城市巡回,Lad Show, 会在各大城市进行巡回演出,最终打造出实力出众的女子乐队。 而从爱乐青春,乐队记的描述来看, 蓝台的计划或许不止如此。 如果这档新综艺第一季大获成功, 那么未来可能还会有说唱季,摇滚季,嘻哈季, 银歌季,校园季等等。 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 从事音乐或热爱音乐的人如过江之际, 音乐人才更是层出不穷。 只要节目策划合理, 制作出一部全新的音乐综艺并不算难事。 然而,已经播出过的音乐综艺形式已经相当丰富, 比如乐队的夏天,闪光的乐队, 我们一起乐队吧等, 都是以乐队为主题的节目。 而乐在旅行,一路畅想, 带着音乐去旅行等节目, 则是在各大城市之间巡回演出, 寻找音乐的快乐。 浙江卫视的爱乐青春, 乐队记则是将乐队和城市巡回演出相结合, 对这类音乐综艺进行了优化和融合。 从节目中设定的场景可以看出, 浙江卫视在这个节目上进行了大量的创新。 沙漠、海边、天台、稻田等多样化的场景设置, 足以勾起大家的好奇心。 爱乐青春, 乐队记虽然主打的是女子乐队城市巡演, 但邀请的导师却清一色是男歌手。 他们分别是吴百、李荣浩、薛之谦、刘宪华四人, 而梁俏博担任音乐总监。 吴百是摇滚乐团China Blue的主唱兼主音吉他手, 李荣浩和薛之谦都是唱作人, 刘宪华也在音乐上多才多艺。 这样的导师配置显然走的是原创路线, 看来在这个节目上会诞生不少原创歌曲。 最近,年轻人正在追求一种全新的疯狂, 他们帮助吴百举办了一场与众不同的演唱会。 他们把吴百的所有歌曲都唱了一遍, 让吴百无法接口,无法开口。 他们对每一句歌词都紧追不舍, 渴望完美演绎,用尽全力唱遍全场, 只为在人群中大声发疯。 面对这群年轻人的颠覆, 吴百不禁发问, 你们都是25岁,怎么会喜欢听我的歌呢? 吴百老师啊, 你可真不知道在你的领地里有多少年轻人 因为疯狂而快乐呀。 这种快乐还辐射到了全网, 每个打开演唱会视频的人都满载而归。 以下是我对原文的重新创作, 吴百的演唱会成了一种文化狂欢, 吸引着成千上万的观众。 虽然他的歌曲并没有在舞台上演唱, 但是他的精神和影响力却贯穿了整个演唱会。 观众们不仅在听他的歌, 更是在感受他的独特魅力。 吴百的演唱会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 他超越了传统音乐会的模式。 在这里, 观众不再是单纯的听众, 而是成为了参与者, 他们和吴百一起演唱, 一起分享着音乐的快乐。 吴百的演唱会不仅是一次音乐盛宴, 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 在这里, 观众可以感受到吴百对音乐的热爱和对生活的热情。 他的音乐带给人力量和勇气, 激发人们追求自己的梦想。 吴百的演唱会不仅在音乐界引起了轰动, 更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普通人的力量和影响力, 让人们看到了一个音乐人的魅力和价值。 吴百的演唱会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它让人们重新认识了音乐和艺术的力量。 它不仅为人们带来了欢乐和享受, 更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充满希望和未来的世界。 更重要的是, 这次演出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让你能身临其境地感受吴百的歌声。 吴百的演唱会已经进入了万人级别的合唱团自助演出阶段, 观众们只需花费五百元购买门票, 就能让整个场馆充斥着吴百的歌声, 使它无法发声。 这直接导致吴百的演唱会变得异常冷清, 场内仅剩一人, 而台上的吴百则扮演着指挥家和伴奏师的角色。 在这个独特的场合, 吴百在自己的演唱会上成为了掌控一切的主宰。 这实际上是一种需要安全感和勇气支撑的行为。 只有当周围环境宽容、接纳、甚至鼓励和认可的时候, 人们才胆于放心地实施自己的疯狂行为, 不怕被围观、议论或者被划分出不同。 吴百的演唱会能够创造安全的氛围, 传递出一种轻松自在的信号, 在潜移默化中击退城市中的焦虑因素, 淡化每位观众的疲惫感。 李宗盛曾说过, 听吴百的音乐, 认识自己, 也认识世界。 也许在吴百的歌声和演唱会的引领下, 许多人离自己和世界更近了一步。 无论是音调变化、 延长前奏、 改词还是改成米南语, 都不能阻挡观众们的热情。 吴百已经无法阻挡即将到来的浪潮。 其他方式参与这次巡回演出的人们, 在旁观、耿制造和二次创作的过程中, 感受到了自由之风。 吴百的演唱会能营造出一种安全的氛围, 传递出一种随性和放松的信号, 帮助人们抛开城市中的焦虑感, 淡化疲惫的痕迹。 二十多年一起合作的乐队, 弹奏出令人飞扬的吉他声和引人注目的电风扇, 丑陋的衣服引发嘲笑声, 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都让观众放下心房, 迎接短暂的自由。 吴百的音乐里面是一首好歌, 应该让农夫和诗人都愿意唱。 简单直接的歌词, 朴实无华的演唱风格, 容易上口的旋律, 降低了大合唱的门槛。 吴百个人的悠然自得形象, 和他在台上释放的能量, 使人们敢于大声唱歌, 敢于随着音乐, 做出本能的反应。 去参加吴百的演唱会, 是为了抢他的饭碗, 与他边喝酒边聊天, 用两三个小时的时间, 发一次风。 世俗的琐事, 和无尽的烦恼, 都被抛出脑后, 只需用尽力气大声地唱歌, 只需随着音乐出声。 这样的机会很少有, 需要有恰当的时机、 地点和人物的共同配合, 也需要对未来抱有期待。 既然如此幸运地找到了现实中的避难所, 那就毫不犹豫地去发疯吧。 在发疯的同时, 不要忘记夸夸自己有多厉害, 就像吴百老师一样。